今天的榴莲你们吃了几个 今天花了100多买了一个金枕回来 这个榴莲我就看中了这一边很大的包 鼓起来 这房肉应该很大 真的好喜欢开榴莲 每次开就像中奖的感觉 这样放肉还不错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坨肉了 真的是好大 最后这个小的也还不错 一共开出了不到两斤的肉 果肉都非常的漂亮 先来替你们尝一个试试 软糯香甜 这个味儿你们都懂的 吃完榴莲容易上火 所以榴莲皮就不要扔了 因为这个皮它跟果肉的性能是相反的 有趋火的作用 把这个隔断给它全部取下来 切成小块清洗干净 放在汤锅里面 加入两绳左右的清水 煮开转小火煮20分钟左右 把煮好的汤汁过滤出来 再把汤汁倒回到锅里 按照比例加入白糖和白凉粉煮开 倒在杯子里 长温放凉之后 转冷藏凝固就可以 再加点牛奶 搓一搓 这样一杯好喝的饮料就完成了 夏天非常喜欢装奶冻 奶香与QQ弹弹的奶冻结合 冰凉丝滑 夏天就爱这个味道 用榴莲皮做的奶冻 可不是榴莲味哦 是淡淡的清香 非常的好喝 当然除了做奶冻之外 也可以煲汤来喝 也非常的好喝 喜欢的你们一定要去试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